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今天是2024年4月4日,清明节 14年前的2010年4月4日 我第一次去香港,见我的恩师上镜下空老法师 那一次,师父老人家起讲大经节演绎 今天,我在这里第三回赴讲《无量寿经》 以此表达我对恩师上镜下空老法师深深的怀念 这一讲,讲两个问题 一,第三回赴讲《无量寿经》的音缘 2023年3月30日 上午7点30分到9点30分是我听经的时间 当时正在听第二次赴讲《无量寿经》的第一百集 这是我第十一次听经圆满 不知为什么,当听到将近一半的时候 我似乎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 突然,出现了这样一句提醒 你该写第三回赴讲《无量寿经》的讲稿了 没有影像,没有声音 反正我就是知道 我机灵一下子清醒了 怎么回事,我有点发懵 我定了定神,使劲地想 这句提醒我的话,太出乎意料了 2021年8月21日 第二回赴讲《无量寿经》圆满了 那次赴讲 从2020年5月12日动笔缺稿 到2021年8月21日 录音录像圆满完成 历时462天 70万字,讲了100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第一次赴讲完成之后 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 我想在有生之年 把《无量寿经》多赴讲几遍 因为这部经太重要了 至于我还能赴讲多少遍 我不知道 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安排 第二次赴讲完成之后 我没说类似的话 因为我没有想过第三次赴讲 为什么 不是我懒惰 是条件不允许了 一年多来 明显感到体力下降 尤其是手哆嗦 写字太费劲 那不是写字 那是画字 那是抠字 第一次赴讲 将近50万字的讲稿 我是用70天完成的 第二次赴讲 将近70万字的讲稿 我是用了400多天完成的 慢在什么地方 慢在大脑和手不同步 大脑反应快 手跟不上摊 我自己知道 我不可能第三次赴讲《无量寿经》了 还有几个情况 是这样的 2021年7月3日 出了这样两段话 第一段话 我记下了这两段话 但不解其意 怎么回事 就这么一闪念的功夫 立刻给了我答案 一年之后 师父老人家 要离我们儿去了 这件事 我跟谁都没说 只把记下来的小卡片 保留起来了 2022年7月4日 我隐隐约约 知道了几件 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我想 三个使命已经完成 我该回家了 就在当天 我正式向菩提心交班了 我告诉他 过完十一之后 我就半止语念佛求往生了 为什么半止语 因为六合小院出名之后 经常有外地同修前来参访 我不能不见面 不说话呀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之后 又陆续给了我三个系列 专题讲座的题目 学习恩师的好榜样 感谢恩师教化我 世家所以兴出世 为说弥陀本亚海 理念与践行 另外 还有我自己家的一个专题 学习绝光远照 新的体会 这四个专题 加起来是33级 我想 这回总该差不多了 我该置信一处 办我的人生第一大事了 2022年7月10日 上午我在听经 可是怎么也听不进去 就是一门的想师父 我跟菩提心说 不知为什么 我今天怎么这么想师父 连经都听不进去 菩提心说 那你就和师父通个电话呗 我说 别打扰老人家了 菩提心又说 那就给师父写封信 我给你传过去 于是我就给师父写了一封信 菩提心给传过去了 现在师父已经走了 到我写稿的今天 2023年4月4日 师父离开我们 已经249天了 13年前的4月4日 是我第一次见师父的日子 现在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了 真是岁月无情啊 尽管我们知道师父老人家 无来亦无去 但我们毕竟在不同维持空间 我们是凡夫啊 见不到师父面 还是有些许遗憾的 今天 也许是我突发奇想 也许是机缘到了 我想把这封信说给同学们听 我有一个请求 因为这纯属私人信念 你愿意听就听 你不愿意听就不听 不管听与不听 都千万不要生烦恼 如果让同学们生烦恼了 那可不是我的初衷 下面 我就把信的全文 说给大家听 尊敬的师父上人 阿弥陀佛 师父 好想好想您 好想面对面聆听的教诲 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 您是我心中 永恒的净土 大约是十多天以前吧 我正在写 我正在写系列专题讲座 释迦所以清楚是 没说弥陀本远海 最后一讲的讲告 题目是 佛陀第一弟子守候无上大法 我全身贯重地写着 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怎么说呢 像眼前 也像脑海里 有一道闪电 又好像 一个大灯泡亮了 又好像 我心里的一扇门打开了 那扇打开了的门 太大太大了 大的无边无厌 应该是同时吧 我心中的喜悦 无以言表 这种喜悦 不是人世间那种欢喜 高兴 我突然明白了 夏连居老居士 在得到无量寿经之后 为什么大笑三天了 他找到脱离六道轮回的路了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夏连居老居士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太美妙了 不可言语 我想 这是佛在慈悲地加持我吧 尊敬的师父上人 您知道 苏云是个笨人 没啥本事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诸佛菩萨 为神之力加持的 为什么佛力能加持上 因为我老实 听话 真干 这是唯一值得我欣慰的 我尽我所能 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把我所认识的 真实的上境下空老法师 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 第二件事情 把净土念佛法门 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 第三件事情 努力把六合小院 建成六合境道场 六合之路 没有终点 我们要一代一代 走下去 我力争 两年内交班 除了这三件事情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我正在随缘做 就是发现 和聚集 讲经人才 这件事情正在做 还不完全成熟 师父 我是一个认准一条道 一走到底 不管弯的人 我想做 我想做的 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想迎合任何人 哪怕被扣上更高我慢的帽子 也不迎合 我的一切都属于苦难众生 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 师父 师父 请您放心 我现在 每天深入 精臟 法系充满 学佛是人生 最高享受 我尝到了 那么一点点味道 可美妙了 跟你老人家 说句悄悄话 我好像开了 一点点 小智慧 自我感觉 不像以前 那么笨了 师父 千万别跟别人说 人家会说我吹牛的 师父 我找到自家珍宝了 我要好好守护它 不会弄丢的 惭愧弟子 刘宋云 顶礼 2022年7月10日 给师父的信写完了 也传过去了 我突然觉得 心里一下子释然了 那种想念师父的劲 过去了 就好像刚和师父见完面 我心满意足了 半个月以后 也就是2022年7月26日 农历6月28 师父走了 早餐前 菩提心到我这来 轻声说了一句 老师 师父走了 我面无表情 只回答了一个字 这个啊 表示什么 表示 我知道了 菩提心 看我没再说什么 就又轻声 问了一句 老师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我回答四个字 一切照常 时至今日 一年八个月 619天 过去了 我们仍旧 一切照常 就是照常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照常做师父老人家 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我知道 有人会说我没良心 师父对他那么好 师父走了 他一声不吭 人家说的没错 我真的一声没吭 过去没吭 现在没吭 将来也不吭 一切随缘 对任何事情 我都不执着 因为师父老人家 那一次和我四个多小时的长谈 已经把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都告诉我了 我照做就是了 吭什么声 都是妄念 何必要划舍天足呢 说是不打妄念 可我还真的打了一个妄念 而且这个妄念还打得不小 菩提心安排 让我2023年3月29日 30日 31日 把理念一践行的最后三讲讲完 我想 师父老人家走了 我的三个使命也完成了 这三讲讲完 我该回家了 自从师父走了之后 我回家的念头 越来越强烈 前几年的那几句话 又时不时的在眼前闪现 师以西归去 云流有何意 紧随师身后 一起回家去 于是 我想 第三讲结束 我就在讲座上往生 给大家表一个活着往生的法 众生不是执着 亲眼所见吗 那就让众生见一个呗 很可惜 没眼成 第一讲 就讲砸锅了 讲了不到一半 不得不中断 为什么 刚开始是看不清字 字好像被水淹了 都阴了 后来干脆没字了 阴成了一片 课没讲成 也没往生 因为我知道 我是真心想回家 怎么就没成呢 佛菩萨慈悲 给了我四个字 不急 不疑 我解读这四个字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 不要操之过急的意思 大概就是 往生机缘 不成熟吧 又给了我四句话 今生遇见菩提心 神圣使命 共丹成 时候不到 你想走 佛陀弟子无掏兵 我仿佛看见师父 带着他那标准的笑容 瞅着我说 怎么样 没逃得要吧 阿弥陀佛 我来接你 你能往生得了吗 我突然想起 十年前在香港 丹吉士 向师父告我的状 他问师父 我刘大姐要求往生 师父您说对吗 看着丹吉士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我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小调 静出阳相 师父看了我一眼 对丹吉士说 阿弥陀佛不来接他 他走不了 他自己说了不算 听了这话 丹吉士破提微笑了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 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了不算吧 十年前的往事 今天成了回忆 当年师父说的话 今天验证了 阿弥陀佛不来接我 我往生不了 我告诫自己 从今以后 不可以再打妄念了 老老实实 干自己该干的事吧 2023年3月30日 提醒我该写第三次 父讲无量寿经讲稿了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佛不是早就安排好了 以上 就是我第三次 父讲无量寿经的因缘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二 第三次 父讲无量寿经的原则 形式 及方法 一 为什么要第三次 父讲无量寿经 答案只有一个 还是那句老话 这部经重要 非常重要 无量寿经 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 作用 影响 价值 及其深远意义 高不可量 深不可测 咱们评价都不过分 真真实实的 不可思议 这部经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已经共同宣说了 无量节 又无量节 这部经 是其他 任何经典 都无法取代的 宝典 就是华严经 和法华经 这样的 一乘经典 也不能 取而代之 最后 也要归于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是大海 华严经 和法华经 是百川 百川 百川归大海 大海 那百川 这么重要的宝典 我们的先人 已经讲了 无量节 我们是接班人 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无穷尽地传下去 是佛陀弟子 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 讲好无量寿经 要具备什么条件 三个疾问条件 讲经者 必得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为神之力 慈悲加持 听经者 必得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为神之力 慈悲加持 讲经道场 必得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为神之力 慈悲加持 这三个条件 缺一不合 不知同学们 注意到没有 这三个条件中的用词 和以往 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以往经常说 诸佛菩萨 慈悲加持 注意 是诸佛菩萨 而这次是 诸佛如来 还有 请同学们注意 这两个用词 十方三世 一切 这是表范围的 就是告诉我们 没有一尊佛 不赞叹阿弥陀佛 没有一尊佛 不赞叹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尊佛 不赞叹无量寿经 没有一尊佛 不宣讲 无量寿经 没有一尊佛 不护持 无量寿经 我们不禁要问 佛四十九年 佛四十九年讲了三藏十二部 为什么 唯有这一部 无量寿经 得此殊荣 我用三句话回答 无量寿经 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 唯一 畅佛本怀的经 畅佛本怀 无量寿经 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 唯一正说 正说 无量寿经 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 唯一一部 能够帮助众生 一生成佛的经 一生成佛 请同学们注意 唯一二字 唯一 就是只有这一个 没有第二个 独一无二 三 第三次佛讲无量寿经 遵守的原则是什么 八个字 恕而不作 信而好古 这是足足相传 亘古不变的原则 具体方法 采用佛讲的方式 佛讲 也是足足相传 传下来的 阿南 是佛讲的鼻祖 他是佛讲第一人 一直传到今天 我们一直用佛讲的方式 时间证明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四 第三次佛讲无量寿经 和前两次佛讲有什么不同之处 重点对象不同 重点对象不同 第一次复讲 重点对象是中 低层次 同时也兼顾到初学者 所以受到一定局限 讲得比较浅 重在奠定基础 出现出现两种不同 出现两种不同反应 一种是讲得太深 听不懂 另一种是讲得太浅 不结合 众口难挑 对于详言者来说 既要兼顾不同层面 又要有重点对象 第二次佛讲 重点对象是中 中高层 讲得深一点 尤其是在理论方面 比第一次佛讲要多 要深 初学者和低层次的 大多是听不懂的 作为讲言者 既要兼顾 又不可能迁就 第三次复讲 重点对象是 中高层和高层 说具体一点 中高层就是 接近于根属的终生 再推一把 根就属了 高层就是 已经根属的终生 再推一把 他就成就了 我为什么第三次复讲 确定这两个重点对象 源于师父老人家 第四回大经科著中的 两段话 第一段话 这一次是第四次 欲学欲欢喜 法喜充满 我们希望在第四次 学习大经节 我们的目标 求证 前面三次 我们的目标 是在解 真清楚 真明白 没有疑惑了 用真诚 清静 恭敬心 我们要求证 我们要求证 求证 就是求往生 要把经里面的 义理 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把里面的教训 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 就真的受用 第二段话 我更希望同学们 真正发心 我们取得西方净土 就在这次第四回 这一年当中完成 完成之后 生死自在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没有话 不管是寿命到 还是不到 都得自在 寿命没有到 不要了 可以提前往生 寿命是到了 我们还想在这个 世间标伐 那是阿弥陀佛 最欢喜的一桩事情 它会延长你的寿命 同学们 师父老人家 这两段话 是十年前说的 你们还有认像吗 是不是当年听了 一花而过了 如果听懂了 照做了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早已经是一个成就者了 可是现在 我们还是一个凡夫 我们又白白浪费了 十年的大好光阴 问问自己 你还有几个十年 这么多年 我们空喊了多少口号 老是念佛 求生净土 为什么没求到 因为你没法真心 求生净土 你怕死 你不知道 真正的念佛人 网上是活着走的 你假心假意的 喊几句求生净土的口号 阿弥陀佛能来接你吗 临到命中 该去哪道 去哪道吧 我们这一次 是第三次 赴讲无良寿经 我的希望 我的期望和师父老人家一样 希望有更多的同修 在第三次赴讲过程中 求证 并取得西方净土 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 无量无边的众生 回回极乐 祈愿一切 皆成佛 是我最大的心愿 以上所说 就是确定 这两个重点对象的缘由 五 怎样学习第三次 《父讲无良寿经》 提几点建议 供同学们参考 第一 找准定位 明白点说 就是你自己知道 自己的修行程度 别问别人 别人不知道 你给自己定个位 你修行到哪个层次了 第三次赴讲 气级的对象 比较特殊 是气接近跟熟众生 或已经跟熟众生的机 我事先发个安民告示 以预防有的通修 一旦听不懂 心生烦恼 怎么办 我建议 不同修行层次的通修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分别选学 第一次赴讲 第二次赴讲 第三次赴讲 第二 落实笃行 这一条至关重要 千万千万不可光刷嘴皮子 不干实事 你可别自己害自己 具体点说 就是落实一个真字 做真人 说真话 干真事 真改过 真修行 真成就 不但要行 还要堵行 第三 清除障碍 时间证明 众生最大的障碍 不是别的 是众生 自己的习气 重一点说 是恶习气 对于自己的习气 有的人自己不知道 自然就谈不上改了 也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习气 但就是不改 还美其名曰 我不是不想改 就是改不了 改 不改 改得了 改不了 都是你自己的事 和别人一点关系没有 别人帮不上你 如果你就是改不了 西方极乐世界 没你的份 你成不了佛 那只有在六道里 继续轮回了 清除障碍 由大到小的顺序 哪个障碍最大 就先清哪个 就像攻克钓宝一样 哪个火力最猛 你就先攻克哪个 清除障碍 要动真格的 要有刮骨疗毒的精神 深挖毒根 毒根挖得越干净 你和西方极乐世界 越相应 第四 三年求证 如果你是一个 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 我期盼你下定决心 坚定信念 三年正过 取得西方净土 寿命到了 往生西方 寿命未到 留在这个世界 继续爆发 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安排 那时 你就知道 什么叫来去则游了 你才知道 为什么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了 第五 奸善天下 真正的学佛人 勿望苦难众生 独善欺身之后 勿望奸善天下 实时不要忘记 你和众生是一体 你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你 你和众生是一 不是二 有了这样正确的认知 你还会分别 你是你 众生是众生吗 你会自动地 把奸善天下的担子 担起来的 第六 三学一元 现在这个时空点 整个世界都乱了 这种乱象 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是好事 还是坏事 非好非坏 这是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 2014年 我去香港看师傅 老人家给我写了一个折子本 题目是三学一元 我不解其欲 老人家要告诉我什么 可能是让我自悟吧 2014年 我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你乱 我不乱 心定 阿弥陀 在无量寿经 在无量寿经第四回 科助学习班上用了 师父老人家做了点评 在点评中 老人家明确告诉我们 三学 律 然后 魷禅 禅 禅 医员 河魏医员 就是一个源头 这个源头 就是释迦牟尼佛 律 禅 禅 都是释迦牟尼佛 一个人说的 一个人传的 师父老人家告诉我们 三学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三学一元 一元佛法兴盛 第二个阶段 三学鼎立 鼎立忘掉了一元 失去了三学的原子原味 佛灭度之后 宗派成立了 佛教开始向下滑坡 第三阶段 三学护争 护争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佛门每一个宗派 都不服别人 自然毁他 到争佛法就渐渐的衰了 为什么 社会大众看到佛门 你争我斗 互相批评 人家不再相信你 不再恭敬你 不再赞叹你 不再跟你学了 只要争 佛法肯定就摔了 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第四阶段 三学内讧 内讧是什么意思 就是内部起讧了 内讧就是内部起纷争了 而且谁也不服谁 都想当老大 领导和指挥别人 到了三学内讧 佛法就要灭了 古大德告诉我们 到内讧的时候 到内讧的时候 就是现在 一切人 皆为破法之人 一切法 皆贼人之法 为什么这么说 释迦牟尼佛的法 遭人毁谤 遭人批评 遭人践踏 佛菩萨流眼泪 委托菩萨伤心 十年后的今天 我终于误明白了 师父老人家 给我写这个折子本的 真正含义 我误到了三点 第一点 我误到了师父老人家 让我弘扬并践行三学一元 给社会大众做出好样子 第二点 我误到了师父老人家 在启示我建立和和僧团 因为和僧团能救人类 能救世界 第三点 我误到了师父老人家 在教我续佛会命 不要让佛法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灭亡 值得欣慰的是 这几件事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 尽管做得不尽人意 但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 去年因为我说话不谨慎 虽然说的是真话 但有人生了烦恼 我很自责 怎么能让众生生烦恼呢 众生生烦恼 就是我的过失 在这里 我真诚地向生烦恼的同学道歉 对不起 让您生烦恼 我错了 今后我会注意的 绝不二贡 最后 供养大家一首祭颂 新的征程 已启航 乘风破浪 奔前方 前有旗舰在领航 我们后面紧跟上 老师念佛求净土 三学一员 记心上 真正逗逗 非佛子 依教奉行 做榜样 三年求证 是目标 看你做得怎么样 真学 真干 真成就 假学 假干 是瞎忙 今天说的这些话 句句真实 没有假 不是思维想出的 是把佛话来传达 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